我好害怕 有时候,我好害怕 我好害怕在突然冒出一个巨大声响的时候 在我做噩梦的时候 或是在妈妈将要离开的时候 还有,当我觉得自己可能会受伤时 我好害怕 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感到害怕 害怕是一种冷冷的,紧紧的感觉 害怕的时候,我会哭 我想要逃跑或者躲起来 我想要有人抱抱我 我想让害怕的感觉赶快消失 每个人都有害怕的时候 就算是大人也有 不是只有小孩子才会害怕 害怕的时候,我可以做些事情 让自己感觉好过些 譬如,告诉别人我很害怕 我可以让妈妈抱抱我 或者被人抱着 说说是什么原因让我害怕 这让我感觉好多了 我可以抱着我的小毛毯 或是小布偶 靠在妈妈的怀里 找一个舒服的地方 或是看我最喜欢的书 有时候,害怕也能保护我 譬如,远离那些凶巴巴的狗 我不该爬得太高 不该在汽车旁边玩耍 或者靠近火焰 而有些时候,其实我不必害怕 譬如看看床底下到底有些什么 我要学着了解黑夜 其实黑夜也很美丽 很漂亮 在主人同意后 我摸摸那些友善的小狗 一点也不害怕 我知道妈妈离开后 还是会回来的 妈妈回来了 太高兴啦 害怕的时候 我可以向别人说出来 我可以让别人抱抱我 我也可以抱着我的小毛毯 或是小布偶 我还可以找一个舒服的地方 看看我的书 我会发现 其实有些事情并不可怕 害怕的时候 我知道该做些什么了 我会发现 2个小毛毯 事件的事情 感谢观看